当一个身材火辣长相绝美的女人和丈夫感情不合 同时又想得到她的巨额遗产时 这个女人会怎么做呢 辣手美人心给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答案 爱丽的丈夫是一个黑帮老大 为穷人建造公共住房从中敛财 转黑心钱 夫妻两人的生活也一直笼罩在暴力的阴霾之下 可丈夫生活就是爱丽此时最大的痛苦 为了让丈夫从这个世界消失 爱丽开始了计划 她选定了一位经常未有精神疾病的嫌疑人 做无罪辩护的心理医生 将自己的妹妹送了过去 并从精神分析的书中 找出了一个患者的梦境案例 找妹妹向医生诉说 自己经常梦见在插花 花瓶里有百合康乃星子罗兰 医生自然认为妹妹有精神疾病 在这个过程中 爱丽以关心妹妹的病情为理由找到了医生 由于爱丽长相身材俱佳 医生看到她的第一眼就被迷住了 接着爱丽说 妹妹的疾病让她痛苦万分 楚楚可怜的样子 惹得医生十分的心疼她 连声答应一定会帮助他们 第二次见面是 两人的关系有了一些暧昧 他们愉快的交流就好像是灵魂上的挚友 此时爱丽主动的将自己已婚 但感情不和 并且丈夫是黑社会的事情